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设定电子邮件以及使用电子邮件软体 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课程重点 在上个礼拜课程里面 我们为各位同学介绍了SkyDrive的操作环境 以及World Web App 还有Excel的Web Web App 还有PowerPoint Web App 等等的一个在线上文件编辑的一个操作环境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内容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给各位介绍电子邮件的简介 以及设定电子邮件软体 还有使用电子邮件软体 以及使用电子邮件的礼节 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子邮件的简介 电子邮件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之一 它就跟我们打电话或是看电视一样的一个频繁 所以我们首先在今天课程里面 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电子邮件 在电子邮件的简介里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电子邮件是一个网际网路提供的服务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网际网路来寄送电子邮件 那么邮件内容可以包括文字 图片 声音 影像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 电子邮件既然是方便的网际网路应用 那么它提供了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使用电子邮件软体 来寄送与收取电子邮件 那么第二种就是透过浏览器 至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网站中 来寄送与读取邮件 那么在下一个画面里面 我们来比较这两种电子邮件的使用方式 那么第一种方式在阅读信件的使用上 在第一种方式它是使用电子邮件软体来阅读信件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是使用浏览器来连上网站之后呢 来阅读信件 那么在种类上 使用第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Windows Live Mail 或是Outlook Express等等电子邮件软体 来读取或是阅读电子邮件 那么在第二种方式的种类上 我们可以使用了Yahoo的电子邮件信箱 或是Gmail的电子邮件信箱 或是Hotmail的电子邮件信箱 来读取或是寄送我们的电子邮件 那么在第三个比较上 如果我们以信件的储存位置来看 当我们使用第一种方式 来读取电子邮件的时候呢 我们在阅读信件后 那么信件呢 已经存在我们自己的电脑里面 但是以第二种方式 使用浏览器来阅读信件的时候呢 我们在阅读信件之后 信件仍然是存在网络的信箱中 我们必须下载并且储存信件 才可以存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那么在第一种方式的优点 它是包括了即使没有连上网络 我们还是可以查阅旧的信件 因为旧的信件已经储存在 我们的电脑里面 那么第二种方式的优点是 信件永远存在网络信箱中 不会因为更换电脑而影响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软体 来寄送或读取邮件 那么这两种方式都有人使用 那么其中各位可能最常听到的方式 就是雅虎的电子邮件信箱 或是Gmail的电子邮件信箱 或是Hardmail的电子邮件信箱 那么这些方式都是使用浏览器 来进行信件的阅读或是传送的 那么在今天课程里面 我们希望教各位的是使用第一种方式 来设定我们的电子邮件软体 然后透过电子邮件软体来读取 以及寄送我们的电子邮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主题 就是电子邮件的一个伺服器 以及电子邮件的通讯协定 还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那所谓的电子邮件伺服器 就是我们在寄送这个信件 或是收取信件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机器 它是用来收取或寄送电子邮件的机器 那么在寄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伺服器 把信件寄出 我们就称之为寄信的伺服器 那么在收信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连线到电子邮件的伺服器 来把信件取回 那这样的伺服器 我们就称之为收信的伺服器 那么寄信伺服器跟收信伺服器 可以是同一部机器 我们在设定上呢 就必须先知道电子邮件伺服器 它的网址是什么 我们才可以正确的设定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 电子邮件的通讯协定 那所谓通讯协定 就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就好像我们人跟人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中文或是英文 或是日文或是台语来做沟通 那么我们在寄信 或是收信的时候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寄信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用寄信的语言 去跟另外一台机器沟通 告诉它我们要寄信了 当我们要收信的时候呢 我们要使用收信的语言 来告诉它我们要收信了 所以呢 这种共通的语言 在电脑上的一个交换的一个信件上 我们就称之为通讯协定 那么电子邮件的通讯协定 包括了收取还有寄送时 所必须遵循的通讯协定 那么寄信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是SMTP的通讯协定 收信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是POP3的通讯协定 这个也是我们在设定 我们电子邮件软体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两个通讯协定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电子邮件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电子邮件的地址 它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把信件送到对方 那么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 所以电子邮件是依照电子邮件地址传递的 我们必须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才可以收发电子邮件 那么电子邮件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使用者名称 第二个就是电子邮件的伺服器名称 那么中间我们会用at这个符号来隔开 那么at就是英文单字atat的意思 所以使用者名称at电子邮件伺服器名称 就是我们电子邮件地址所呈现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下一张画面 就是整个电子邮件的一个架构图 在这个电子邮件架构图里面 左边假设就是一个寄件者 右边假设就是我们的收件者 那我们当我们必须 当我们想要把信件寄送给收件者的时候 那么寄件者就由他自己电脑的电子邮件软体 透过寄信伺服器把信件送出去 那么寄信伺服器会依据收件者的电子邮件软体 知道他必须把信件送到哪个收信伺服器上 所以他就把这个电子邮件软体送到收信伺服器 由收信伺服器先储存 那么当收件者登入之后 那么他就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从收件伺服器里面 把他的信件读取下来 储存到自己的电脑上 这个就是整个电子应用 电子邮件应用的架构图 包括了寄件者 收件者 还有寄信伺服器 收信伺服器 那当然也包括了寄信伺服器的通讯协定 还有收信的通讯协定 还有电子邮件地址 就构成了整个电子邮件的应用的架构图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 今天第二个重点是如何设定电子邮件软体 那么在刚刚我们了解电子邮件应用的一个架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定我们电子邮件的软体 那么透过电子邮件软体的设定 我们就可以正确地去进行寄信以及收信的动作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子邮件软体必须进行哪些设定 那么当我们收信 收送信件前 我们必须设定电子邮件软体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使用Windows Live Mail 来进行设定的说明 那么设定的内容包括 第一个个人的基本资料 例如个人的姓名 还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那第二个就是电子邮件的伺服器 包括收信的伺服器 以及寄信的伺服器 那此外我们还必须要有 收件者的 使用者的账号与密码 包括收信伺服器使用者的账号跟密码 那如果要寄信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的寄信伺服器也必须要提供使用者的账号密码 才可以正确的帮你进行信件的传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设定电子邮件软体 Windows Live Mail的一个画面 那么当我们开启Windows Live Mail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Windows的软体是一样的 最上方就是我们的标题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收件夹的一个标题列 那么接下来就是它的功能的索引标签 包括了常用或是资料夹等等这些常用索引标签 那么接下来左侧就是我们设定的信箱 那么画面右边就是我们收取信件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是Windows Live Mail 它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环境 那么当我们使用的Windows Live Mail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进行信件软体的编辑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四个步骤必须设定 首先我们来看看步骤一 在步骤一里面我们必须设定电子邮件的账户 我们可以从Windows Live Mail里面的账户这个索引标签 里面的新增账户群组中的电子邮件的按钮 来建立电子邮件账户 也就是目前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左边的第一个按钮 就是电子邮件的按钮 那么点选电子邮件的按钮之后呢 接下来它就会有一连串的步骤 来让我们进行电子邮件的设定 那么接下来就就是步骤二 步骤二就是设定电子邮件账户 我们可以从Windows Live Mail的视窗栏位中 去选择新增电子邮件账户 那么包括我们必须包括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密码还有显示的名称 也就是目前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内容 我们必须在画面上的每一个栏位 去输入我们所要我们自己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还有我们自己的账号 还有密码 还有以及我们想要 当我们信件寄出去的时候呢 对方从寄件者的栏位 可以看到的栏位名称 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设定伺服器 那么必须设定内送邮件伺服器 还有外寄邮件的伺服器的位置 也是目前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几个栏位 那么当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先选择 我们刚刚看到的 如果你是寄信的伺服器 我们就必须选择SMTP的通讯协定 如果我们是收信的伺服器 我们就必须选择POP3的通讯协定 那么电子邮件的内送伺服器的位置 与外寄邮件的伺服器的位置 我们如果不晓得的话呢 可能必须要询问 我们申请电子邮件账号的那个单位 看看我们必须要设定的内送邮件 还有外寄邮件的伺服器的位置是什么 如果你是在学校的话呢 可能必须询问学校的电算中心 说你想要设定电子邮件的软体 那你必须要取得内送邮件 以及外寄邮件的伺服器的位置 那么取得这些内寄邮件 内送邮件以及外寄邮件的伺服器位置之后呢 在第三个步骤里面 填入适当的一个内容 就可以完成第三个步骤的设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步骤 当我们完成上面三个步骤之后呢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整个电子邮件设定的内容 所以我们只要按下确定 就可以完成整个电子邮件的一个结果 那么当我们完成电子邮件的结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Windows Live Mail的一个信箱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检视的方式 来检查我们所进行的电子邮件的设定是否正确 那么在现在的画面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当我们设定好电子邮件信箱之后呢 我们在电子邮件信箱上方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内容 我们就可以检视电子邮件的设定 那么这边所看到的电子邮件的设定 都是我们刚刚那四个步骤所设定完成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活页 那首先第一个活页就是一般的活页 那么在一般的活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所想要的这一个 我们所设定的自己的名称 还有电子邮件的地址 那么在第二个活页里面 就是伺服器的活页 那么在伺服器的活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 我们所设定的内送邮件 还有外寄邮件 它的一个位置是什么 以及当我们要收信的时候 我们所设定的电子邮件的 一个使用者的名称 以及密码 如果这些设定都正确 我们就可以按下确定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Windows Live Mail 来进行电子邮件的一个寄送 还有读取 那么使用Windows Live Mail 来进行信件的寄送跟读取 我们都只要透过按钮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 第三个重点就是 如何使用电子邮件软体 在目前这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使用电子邮件软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它来建立信件 还有回信 还有传送及接收 透过这三个按钮 我们就可以完成 我们所想要的功能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如何建立信件 当我们点选建立信件按钮之后 那么Windows Live Mail 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视窗 来让我们编辑新的信件 我们所必须填入的是 我们的收件者是谁 以及我们寄件者是谁 还有呢 我们信件的主旨是什么 以及我们信件的内容 在这四个栏位里面 分别填入证券的内容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按下 传送的按钮 那么就可以把我们所编辑好的信件 传送出去 那么这个就是建立信件的方式 那如果想要回信的话呢 就使用我们刚刚回信的按钮 就可以把我们的信件回复 那么回复信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回复钮 用来回复原寄件者 所寄来的一个信件 那么Windows Live Mail会自动的将 这个电子邮件的地址 填入收件人的栏位 这样子我们就不必再重新去打 收件者的一个内容 那么当我们要转寄信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转寄的按钮 用来将把文章 传送给其他的收件者 那么Windows Live Mail 也会自动填上原信件的内容 那么使用者当然也可以修改内容之后呢 再做信件的传递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如何使用通讯录的功能 那么通讯录的使用 主要目的就是 透过通讯录的管理 我们可以把我们收集到的 使用者的电子邮件信箱 做一个编辑或是储存 然后方便日后在传送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的去选取到 我们所建立的通讯录的内容 所以我们来看看 如何建立通讯录 那么通讯录 第一个我们必须建立通讯录 那么在发送信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从通讯录里面 去选取收件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第四个重点 就是使用电子邮件的礼节 那么使用电子邮件的礼节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 邮件的阻止必须切合信件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必须清除不相关的内容 也就是清除信件中不相关的内容 以免妨碍阅读 那么第三个 正确使用信件正本 副本 还有密件副本 使用密件副本的功能 我们可以不泄露 别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所以呢 我们在寄送信件前 我们必须要检查 收件人确实有权接收邮件 以免把邮件误送给不需要 或是不能够接收到这封信件的人 那么使用密件副本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保护他人电子邮件地址 不被其他的收件人看到 那么此外 我们也必须要谨慎地转发邮件 我们必须先检查邮件内容 是否适合所有的收件人 而且呢 我们也必须要去除邮件本文中 他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那么同时 我们也必须谨慎地处理复件 我们不要把附加档案 过大的复件寄送给他人 同时我们要使用防毒软体 确认信件没有受到病毒的感染 那么在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那么在刚刚内容里面 我们为各位同学介绍了电子邮件应用的架构 以及如何设定电子邮件的软体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我们操作示范里面 我们将为各位同学介绍 如何设定电子邮件软体 以及如何寄送电子邮件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操作示范 在今天的操作示范里面 我们一样邀请到了郑璇一郑老师 来为我们进行操作示范的说明 郑老师你好 郑老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 我们来研究这个单元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操作示范一 在操作示范一里面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设定 Windows Live Mail电子邮件软体 那么操作重点在于 如何设定个人的基本资料 如何设定电子邮件伺服器 以及如何设定使用者的账号与密码 那么请郑璇一郑老师 来我们进行操作示范的说明 好各位同学 那现在请同学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荧幕的示范 这个我们现在使用的 是这个Windows的Live Mail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必须先下载这个软体之后 然后点选进来 好点选进来来讲的话 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 有一个这个账号的话 好那他就会直接进入这个画面 好那当然他会先进行一个 接收这个还有发送邮件的 这个前置作业 好那现在我们是没有这个工作 所以先把它取消掉 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 不管你是在之前没有账号 或者你有其他的这个叫做 其他的那个电子邮件的账号来讲的话 然后我们都可以看 我们都必须要做一个叫做 一个登录的动作 好那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请你看这个 这个荧幕的左上角 这边有一个账户 好那你点选这个账户 我们现在假设说 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账户 这个需要这个注册 好但是这个账户来讲的话 就跟电子的 跟一个之前没有新的电子 那个邮件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请你再把游标 移到这个荧幕的左上角 这边有个电子邮件的地方 好那这个就要进行设定的部分 之前这个在这个 陈老师的这个说明里面 那这个画面你应该是看过的 好在这个画面里面 那我们希望是看到这个 就是要设定我们这个 每一个这个账号 那如果说完全没有的话 那一进来就是这个画面了 好那我们就使用的范例 就跟各位书上的那个范例是一样的 好那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虚拟的账号 是这个叫做abc 然后这个atmm.edu.tw 好这是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假的账号了 好那密码这个随便设的 好当然你自己的话 你要去申请了 然后自己要试使用的话 然后这个这边也是abc之后 然后来你选择下一步 好那下一步来讲的话 最主要是这一个画面 主要的是要设定的是 就是这一个叫做收发邮件的 这个伺服器的这个位置 好那这个收信的伺服器 基本上通信协定的类型都是pop了 所以这个标我们就保留着pop 好那这个送信的部分 那是smtp 但是这两个位置来讲的话 不管是收信或者或者这个送信的 这两个这个位置 这个伺服器的这个位置 你都必须要去这个请问那个叫做系统供应商 如果在学校的话 就是你可以请问一下那个就是电算中心 那我们假设这个账号就是一个 这一个后面的都是 后面的这个位置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在8之后的所有的位置 所有的这些资源 好那我们假设这个也是一样的 因为当然我们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个是一个虚拟的账号了 好然后在8之前的 它会自动显示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这个假设这个账号 是这个叫做abc8mm.edu.tw这个 好那经过这个设定之后 所以前面是一个账号密码 那这一个画面主要就是要设定 这个收发邮件的这个的伺服器位置 好然后之后你就按这下按下一步 好那这个时候 这个账号就已经新增 那以后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账号 来收发邮件 好然后这个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 刚刚有个画面 有一个完成的按钮 你把它完成 好那这个设定就已经算是完成了 好那这个范例我们就做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 志愿玄一郑老师的说明 接下来是我们的操作示范2 在操作示范2里面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使用 记信回信还有转记的用法 那么操作重点在于如何去记信回信 还有转记 以及如何选择记信伺服器 还有如何使用收件者的电子信箱 还有如何使用密件副本 还有如何使用附加档案 那么一样请郑玄一郑老师 来为我们进行操作示范的说明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一个范例的这个 的示范好那这个范例来讲的话 那一样请同学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操作画面 好那操作画面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完成这种叫做设定的这个 这个功能 这个所有的账号的设定 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寄一个 要写一封新的电子邮件 那你看一下这荧幕的最左上方 有一个叫电子邮件的这一个 这一个选项 好那点选这个电子邮件来讲的话 好那收件者 这边有收件者 有副本有密件 那阻止 好那这些东西你都是必填的东西 至少收件者 然后阻止 好那这是这两项一定是必填的 那记件者你看这个右边 好这个画面的右边 好那他会告诉你 这个记件者是显示在这个位置 好之后 好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阻止来 我们希望是开一个同学会 好那你这个阻止 好这然后收件者 好我们假设要寄给的 这个账号是这一个 现在的账号 那你直接打这个账号 好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 然后当然你这个电子邮件 最重要是要有内容 好如果说我们内容是 希望是同学通知 好我们告诉同学 这个很久不见了 我们希望开一个同学会 之类的 你自己可以把它写清楚一点 包括聚会的时间地点等等的 好这个做完之后 你当你的这个信件已经写完之后 你当然还可以再加入一个叫做附加档案 好那附加档案来讲的话 从这附加档案 这边有一个按钮的选项 好我们假设说我们的附加档案 就是一个操作范例史 好那这些都是一些假设的一些 一些功能 好然后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事实上在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都已经完成之后 然后副本跟这个密件副本一样 你都可以把你的必要的电子邮件 这个这个这个填在这个上面 之后选择按传送 好这个时候 事实上就是可以把这个信件就已经寄出去了 好然后这个信件寄出去之后 那另外的 因为这个有包括我们的范例 希望做还有一个叫做包括回复 这个转记 这两个功能来讲的话 这是在这个荧幕的上方 好那你都可以选择 这个有需要的 这个有需要的这个需求 然后按照你的到底需要回复 还是需要转记 好然后直接选就可以了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同学要看到的就是传送接收的这个功能 那你要接收信件 就按这个点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范例 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谢谢郑学尹志老师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回顾 那么在今天课程里面 我们为各位同学介绍了电子邮件的简介 以及如何设定电子邮件软体 使用电子邮件软体 以及使用电子邮件的礼节 那么在这个学期的课程里面 我们学到了一些软体的使用 包括了Word Excel PowerPoint的软体的使用 以及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电子邮件的一个软体的使用 那么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学期的课程里面 能够收获非常多 那么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多多的练习 那么这个学期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再会